在國外也要幫台灣做好形象喔 台灣也要 不知道要什麼文字 叫我念 這裡好漂亮喔 台灣就是 搭船過生活耶 好可愛喔 哇 超級大戰耶 超級無敵大的耶 我是泡泡哥哥 沈千航 現在我們要打一個小時 就是 等巴士就要去搭火車了 超一樣的這個好處就是 下雨不用拿著行李箱 然後上車時可以睡覺 大家剛剛說我們來這裡哪裡 我說 Welcome to Taiwan 在國外也要幫台灣做好形象喔 我剛剛直接送到蛋捲 直接給它整個蛋捲 它開心得不得了 要自助旅行啊 美國人來瑞士也是要開心啊 對不對 這個是黃金列車 感覺有如在電影中 這裡古色古香之外呢 我剛剛想說這個籃子 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你們猜猜看 公布答案 就是放包包用的 有沒有看到 現在我們來到頭等場 這個位置比較大了一點 這個圈箱是我們包下來的耶 對啊 你們的位置好像比較大耶 當然啊 當然啊 你們還有服務人員 你看這個就是整潔包裝 包下來的好處 你們是包整潔嗎 是啊 這只有我們四個一樣 還是只有你們四個人付錢而已 我們是包整潔很帥嗎 很棒很棒 現在只有五分鐘轉車 而且又下雨 到了 跑去拿票 我們在對面 就在這裡轉車 我們現在在 這是哪裡啊 Montres Montres是哪裡 Mo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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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找一個英文好的來問 Emily 你好笑耶 不知道它什麼文字叫我念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四尾西門 世界遺產高野山 南海電車 然後後面是黃金電車 黃金電車 我們現在準備要搭這個車 然後我們要去游湖 哇這個好大喔 這車箱好大喔 我們就鐵道之旅 一直都在做鐵道啦 然後看風景啦 那待會兒我們要去游產 游產完之後再去做鐵道 國鐵啦 游產完之後再做鐵道 國鐵啦 怎麼都是一樣的景色 哈哈哈哈 貝貝有要拍嗎 待會兒我們要去游湖喔 游湖啊 你看大家鐵道喔 我們是鐵道之旅喔 對啊 只有我 哈哈哈哈 外面有點下的小雨 但我不想要車女生 我們原本是要搭公車 因為公車太久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走路 我們要去搭游湖的船 這是葡萄樹 這是教堂莊園葡萄樹 修道院的人都不會出去 所以他們會自給自足 坐船的地方到了 喔 一邊是英格拉梗 一邊是圖恩 我們才是1點34分 準備去搭船囉 是船耶 好開心喔 我們要去搭船了 有沒有很開心 好開心喔 你們再假一點啊 瑞士搭船 我們要去博恩 圖恩 喔圖恩啊 搭船喔 我們要去圖恩 搭這艘遊船 搭船 船大概裡面也有123樓 走進來呢 就可以看得到室內 然後就有一些座位 然後三樓是有賣吃的 賣吃的有沒有 這裡也有賣他們紀念品 太陽眼鏡7.5歐 然後書本是五髮廊 然後小的娃娃是14髮廊 大的是25髮廊 再來是這個書本 也是25髮廊 這裡好漂亮喔 有夠冷的 有夠冷的 為什麼我有圍巾 大小 你到處拿別人的 你一下拿別人外套 衣服 為什麼說好適合你 這好時尚啊 好時尚啊 這很大耶 他們就是 搭船過生活耶 好可愛喔 他們真的住在這裡耶 掰掰 下一個城市見囉 真的是滿滿的N耶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圖N 然後我們要去柏恩 我們要搭後面的這個火車 下船囉 Let's g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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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搭完遊船 我們現在是要到圖N到柏恩 你幹嘛一點尷尬 因為這裡超級安靜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的是柏恩 超級大站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超級無敵大的 對 對 哇 好漂亮的那個喔 走出來看就知道 我們來到柏恩火車站 我們來到柏恩火車站 現在我們要去柏恩的觀光景點 對 明星片上的大鐘 那有什麼特色 那個叫做天文鐘樓 它鐘樓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那為什麼首都要在柏恩 那不是講過嗎 我只想要亂講一次啊 你講啦 因為呢 原本是在講蘇黎寺 蘇黎寺講什麼語言 德語 他們又想要設在日內瓦 日內瓦是講什麼語 法語 法語區 所以後來他們折中之後呢 他們就把它設在柏恩 中間的交界處 就是柏恩 柏恩的名字叫做Bern B-E-R-N 其實就是熊的意思 就代表說 那是因為當時圖林根家族來到這裡 要建這個城的時候 他們因為在這裡的森林打獵 發現這裡有熊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地方 用熊這個名字來取這個城市 最後要走去上車的地方 也有一個熊公園 那裡真的有熊 所以柏恩就用熊 來作為他們的一個標誌 瞭解嗎 柏恩很特別的地方 你們發現建築物不會有棋樓 那柏恩為什麼特別有棋樓呢 因為他們後來整個城市 被火燒過之後 然後重新重建 那重新重建的時候 他們聘請了一個 非常有名的設計師 那當時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就設計了兩個重點 就等一下我們要去看的 噴泉 第二個就是設計這個回廊 就是我們說的棋樓 了解了嗎 好來 那我們先慢慢往前走 來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段路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柏恩的棋樓拱廊 這個棋樓拱廊呢 也被世界教科文組織 列為人類保護遺產 的一個認定非常重要的 全長喔 六公里的這種建築物 你看這裡很多東西可以買可以逛 好 我們走到門口 前面呢 綠色的金頂 你看到沒 首都稅它是不是要有議會 就像我們的立法院 這個就是他們的國家議會 不是各州的議會 但柏恩有一個缺點 我們要先講一下 因為它的電車 所以它那個電線有沒有 有點醜 這個是沒辦法的 對對對 它呢因為就介於 我們說的德語區 跟愛語區的中間 那整個瑞士人呢 他們會覺得說 柏恩就在他們整個國土的中間 所以他們最後呢 德語區跟法語區人就妥協 就是說呢 以這個地方作為它的城市 對 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噴泉呢 它叫做石桐噴泉 為什麼這個叫石桐噴泉呢 我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時它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大水池 後來很多小孩呢 喜歡來這邊玩 會怎麼樣 掉下去 於是呢 他因為 覺得這裡很危險 就給他一個想法 那你看喔 小孩子一個一個都被他呢 撈在身上 然後他一個一個吃 有沒有看到 其實呢 就是告訴那邊的小孩 不要接近這個水池 我們有什麼東西 但不是每一個都 他也買了 其實你可以跟他講中文 他聽得懂中文 他就是那個時候 哈哈哈哈 他講英文 他明確會講中文 然後我們一直跟他講英文 然後他就英文回我們 是網路 我們在手 對 哪一個系列 他中文好清楚 因為那個沒有意義的 好會講中文 然後中文很好 要學了十年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飯店了 很開心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飯店 為什麼你笑那麼開心 你到底笑那麼開心 對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來到飯店 我們在check and in 等一下進去 我們要做飯店開箱囉 好的我們今天做的是 219號 開箱一下 首先呢一進來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一架瓜布的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 放東西的儲物櫃 走進來呢 左手邊 打開呢就是可以看得到 乾濕分離有沒有 它這裡有一個小貼心 它是可以掛東西 掛衣服的 然後呢走進來呢 就可以看到就是 有吹風機啊 導遊還跟我說 很多都沒有吹風機 所以呢基本上是 目前我住到現在 是不用吹風機 但以備不食之趣 那他們都會有這種 就是hair跟body的 然後呢走進來呢 還可以看得到就是 雙人床 他們都是單人單人的這樣子 這是兩人房的 還有就是有電視 還有櫥櫃 就是簡約風 然後呢還有這個是 又附保險箱 以及我們的小茶几 然後呢再過來 可以看到是什麼 哇 好復古的建築物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瑞士 今天晚餐在這裡吃囉 它這裡還有Lounge Bar 咖啡啊 酒都有 哇 是什麼濃湯呢 貝貝星星天的濃湯 終於來了 好喝嗎小乖 很濃 很濃喔 味道蠻濃 可是口感還好 口感沒有很多 但味道會舒服 嗯 味道很濃 蠻鹹的 還滿鹹的 這個是雞肉的義大利麵 如何 好吃喔 真的嗎 你認真 我很喜歡吃西餐 嗯 雞肉有點偏乾 當然是有嚼勁的 泡泡帶你去旅遊 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官方來喔 記得訂閱泡泡哥哥沈千航 還有更多精彩影片 也可以點來看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囉